最近陈巧恩在微博上发文自封雨神 并且举出多颗例子说自己到哪里当地就会下雨 甚至连已经十年没下雨的敦煌都因他魄力 没想到中国气象局隔天随即转发了陈巧恩的微博 并且澄清敦煌不可能十年没下雨 只是今年雨水特别多 直接被打脸了 同时还强调雨神只是一种娱乐 呼吁民众要以天气预报为准 看到双方一来一往的互动后 不少网友纷纷笑亏陈巧恩 你以为你是肖金腾吗 但也有不少粉丝力挺 只是开个玩笑调侃一下而已嘛 在一来正反两极论战后 他也删除了该微博 平息了风波